最近開了一家新的百貨公司,身為田航空的我聽到他說進駐了非常多日本的甜店 想說今天來嘗試看看 行! GO! 前面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尾峰南山到了 上面的英文Atole,有去日本的朋友應該都不陌生吧 那今天主要是要吃這一家Cope Swiss 然後等一下還會去二樓看看Blue Bottle 最後是三一冰淇淋 好,走走走,餓死了 走了那麼久,總算來到了Cope Swiss Café 這邊比較麻煩的是,他沒有現場化位 他都必須先找到位置之後才能去點餐 點餐排隊的過程中,除了可以看到吃服們做蛋糕的過程 還可以看到大媽來跟你Cashio,因為他就想差很對 甜點分成奶油捲和水果塔 價位落在兩三百塊左右 我覺得對我們這些小吃煮應該算蠻貴的吧 而我們點的是蜂蜜草莓捲和草莓塔 若是以一個大男生來說,這樣的份量其實算夠的喔 今天還準備了一個網美專用道具 我覺得拿出來很羞恥 紅通通通的草莓搭配雪白般的奶油 再利用藍莓畫龍點睛 這個外觀我給87分,熱量100分 他的蛋糕還算蠻好吃的 入口即化,而且吃起來很綿密 草莓的部分就是有點酸又不會太酸 就像我一樣有點帥又不會太帥 整體的原來CP值還算OK 雖然他的價格稍貴了一點 但是奶油捲真的很大一份 有讓我嚇到也吃得很飽很爽 乾 這個是我很期待的Blue Bottle藍瓶咖啡 在日本的時候我就對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除了是網美拍照的聖地之外 他的手沖咖啡也很好喝 可是在台灣他不是咖啡廳 他只是一個禮品專賣店 藍瓶咖啡太多人了 那我其實有去過日本的藍瓶咖啡 就是真的可以喝咖啡嗎 然後台灣就只有罐裝咖啡 所以也不能坐下來喝 人太多 打笑念頭 直接去3E冰淇淋 GO 而對於3E冰淇淋的印象就是 欸你怎麼倒了 欸你又開了 欸我來排隊了 現在在排3E冰淇淋 因為我很喜歡吃冰淇淋 你喜歡嗎 好 剛才排了30分鐘 30分鐘 欸我忘記計時了 sorry 反正就是30分鐘才排到2球冰淇淋 那我吃的是 這個是 草莓牛奶跟碎巧克力 因為很多都沒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 四樓外面有一個天際花園 除了開這邊休息片刻 也很適合網美或者情侶來拍照打卡 那無論你是男男男女女女 或者是跨性別無性別 甚至是想跟摩天倫結婚 都很適合來這邊拍照喔 然後這裡呢 外面有這個 草肉植物 喜歡的朋友可以來看看 然後這裡還有另外的景色 例如說 身後的是 就是ATD縫放 還有哪一個view 沒錯 V-I-E-W view 好 新衛秀 地上 自己笑 今天就是走一個 很隨意隨性的感覺 想說 欸 新開的百貨公司嘛 來逛逛 今天 平常壓力太大欸 沒有什麼休閒娛樂 每天就是在家裡 等一下就為你示範 三連拍 對 講一下在微風南山 今天一整天下來的感想 就是人很多 排隊排到死 然後 Youtuber真的不好當 Vlog手持著一個台相機 真的很重 手快斷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這裡是雅各第一次拍Vlog 那你如果對於Vlog有更多的想法 或是說 覺得有哪些私房景點我可以去的話 也麻煩你告訴我 覺得到留言板底下 跟我說 當然其他什麼 按讚啊 訂閱什麼都一定要做的 喜歡吃吃的影片 喜歡雅各的影片 記得看十遍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掰掰